谢师司从来没有见过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狼兽,尤其是那些狼兽,还咧着尖锐而锋利的利齿,滴着口水扑上来,那凶缠是血的模样让他忍不住颤抖,紧紧趴在他胸掌的背后,不敢再看。 谢宇棠一手还拿着剑砍杀着扑上来的狼兽,他听从凤九的话,利用身后的大树做掩护,让身后无后顾之忧,只是一心对付着那前面扑上来的狼兽,眼见一头凶兽扑来,他吓得脸色一白,可在这时,就见凤九手中利剑一次,一剑穿透了那狼兽的身体,将之甩了出去。 靠着树站在我身后歇一会儿,凤九头也没回,挡在他们身前,为他们挡去危险,持续战斗许久,眼见着郭家人都快支持不住了,就连郭信宁的身上,也被狼兽抓伤了几道伤口。 就在这时,夜色中传来了一声匆匆的狼嚎声,听到那狼嚎声,那些狼群丝毫一声,虽有不甘,但最后,人都迅速退离了。 看得那些狼兽退离,郭家人一个个双腿一软,瘫倒在地。 当郭信宁一步步来到凤九三人面前时,看到三人身上居然一道伤口也没有,他危症了片刻。 没受伤就好。 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,便先转身离开,去看看其他受伤的人。 哥,放我下来吧,你去看看他们要不要帮忙,给他们帮忙包扎一下伤口。 好。 契腾放了他下来,对凤九道。 我和小师在这里歇会儿,我去看看他们要不要帮忙。 凤九点了下头,便坐在谢师司的身边,闭着眼睛靠坐着,仿佛对那周围的痛呼声以及哀嚎声,视而不见。 小九,你不怕吗? 凤九睁开眼睛,看了他一眼。 不怕,因为我有自保的能力。 小九,你真厉害。 嗯,我很厉害的。 你把脚上绑着的药解下来吧,我给你看看。 嗯,现在看嘛,其实我这脚只是扭伤,我想到明天应该会好一些了。 嗯,趁着你哥没在,我给你看一看,免得他一回来啊,又说我占你便宜。 嘿嘿,你才不会占我便宜呢。 说话间,他脱下靴子,将脚上绑着的布袋解了下来,风就用手碰了碰他的脚。 嗯,这,这一栋还是头。 听到这话,他的手附了上去,目光则看着谢师司。 出来这一趟,遇到这些事情,怕不怕? 怕,不过,有你在我们身边,又觉得不那么害怕。